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酱爆洋白菜 它的关键点呢就是用手撕这个洋白菜 把它的大片叶子啊 用手拽住了 掰成很碎的这样的碎片就可以了 这样炒出来最好吃 然后点火做锅 我喜欢用这种不锈钢锅 深一些的 然后倒油 油热了以后呢 我们再放入一小把花椒粒 炝香这个花椒粒 花椒粒出香味了 这时候我们再放入三个干红辣椒 碎放进去 否则的话如果一块放 花椒没熟 没炝香 而辣椒却糊了 然后我们就这个放入洋白菜 边炒大火啊 大火边炒 这么一分钟左右 撒一点盐 然后我们准备甜面酱 什么什么牌子 甜面酱都可以 放这么两大勺甜面酱 然后再边炒边炒 一分钟吧 然后放一点老抽 灼色 颜色会非常漂亮 然后再大火边炒两下 就可以关火了 绝对的酱香浓郁的下饭菜 酱爆洋白菜就做好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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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